今天我们用气炸锅做日式洋葱猪肉盖饭 有时要准备整桌菜肴真的很累 但简单又要顾虑到营养 所以也不能马虎乱吃 不如跟着我用气炸锅做日本家庭中的家常料理 洋葱猪肉饭 让您在家也能一锅完成美味料理 这道做法非常简单 首先做猪肉腌制 准备调理碗 将猪梅花肉片大概20-25片一片一片的放入调理碗里 然后下腌料味淋一大茶匙和生抽一大茶匙 然后用汤匙把腌料和猪肉片均匀的混合 然后腌制30分钟 腌制30分钟后准备炸篮 准备一张长度长过炸篮口的烘焙纸 将腌制好的猪肉片放在烘焙纸的中央 然后用汤匙把猪肉片摊开 然后再把洋葱丝一小碗的放在猪肉片上沉 然后把烘焙纸上下对折 对折一定要上下折叠盖盖起哦 然后将左边口折叠 把口封起 将两脚对联 再用钉书机盯住 同样的方式把右边的口封盯住 最后将左右封口折向上 然后将烘焙纸包放入柵栏里 把柵栏放进气炸锅内 温度调积200度 时间调积25分钟 然后开始炸 25分钟后将柵栏起出 将纸包从柵栏里盛起 打开纸包的对折口 然后把猪肉片和洋葱丝 从测开口倒入盘里 再用汤匙把猪肉片摊开 然后把猪肉片和洋葱丝混合搅拌 准备一碗白饭 将洋葱猪肉片和酱汁盖上饭 放上黄瓜片 再加上水煮蛋 撒上少许葱花 这就是一道又精致又清明 做法超级简单 超棒超好吃的日式洋葱猪肉盖饭 请不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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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